文字幕 詞・作曲 李宗盛 我叫茵茵 我現在在一期當直播主 那茵茵怎麼會想要做磨叮 它材質磨起來就比其他人還要更真實 然後也這樣我比較有安心法 我覺得要做就做最好 那茵茵當中怎麼會想要磨叮 因為我生完小孩以後就是 就是餵完奶然後下垂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覺得穿衣服也很沒有自信啊 然後拍照也有變得更不想甚至不想照鏡子 這個就是我第一 然後我為什麼會選擇它因為它比較不會排斥 也可以改善我上胸口的 我就聽照太大然後我就說 這樣我就放上來我穿衣服就在勇敢之中 我還要吃狗狗吃個飯吃 所以期待我數號 現在呢就是我穿衣服的樣子 相信大家榮辱完之後 你們會不及待想要穿點很辣的衣服 那穿衣服有沒有影響 我現在展示給你們看 現在用力的跳 你可以發現其實它連側顏都非常的 有東西都很好 不會有任何結球的問題 那種快快怪怪的東西 那像你現在穿這種巴西式的泳衣 根本就是沒有死腳 好那我現在 好給你們看看 先回側顏開始 然後中躺 你不要發現 它的動作很好 會跟著地心引力這樣 就連坐腳 沒有關係 也不用擔心說會不舒服啊 或者是有義務感 可以很安心的穿上穿的衣服 好今天就到這邊 我愛髮橋 謝謝髮橋 大家好我是髮橋醫美診所的總院長邱敬騙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相關的衛教 農骨的部分 只要不是當下有發炎 或是有癌症的部分 那大家想改善乳房的形狀都是可以的 不適合除了發炎跟癌症以外 那還有一個就是 免血功能比較差的 進行手術都要小心 那當然重大疾病 要甚加考慮 由醫生評估 症候有可能會腫脹 瘀青 甚至感染 有些甲膜會軟縮 導致變形 症候比較需要保養的一樣 是避免醃久 然後盡量睡眠充足 那在胸型上 前一段時間需要把它固定好 避免它跑中 因為一個就不太會移動了 那關於手術方面更多詳細的 討論與資訊 都是要跟醫生 確實的溝通討論 然後術後遵照醫生的遺囑 確實的固定回診 那如果有需要微調的時候 再跟醫生討論這樣